大家都说你是县尼老板 很多客人都是羡慕你的美容而来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这个嘛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刚刚知道的 我也很好奇 然后谢谢 我很开心 如果是大家真的是这么叫我的话 我是林彬彬 然后我也是这家的老板 也是这边的管理员 其实又两年了 就是从2018年到现在 就是大概两年期间 就是 其实就是我跟我的姐姐同意去的 然后她也是我们这边的检视先女嘛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大家都是女的 特色嘛 其实我们这边的咖啡 是用我们柬埔寨正式的咖啡 然后就是 就是先女咖啡嘛 当然是咖啡就是特色了 然后我们目前也是有 柬埔寨的中糖素的珍珠 对就是我们叫做中珠 也是我们的特色 对 然后 然后鸡排嘛也是我们的特色 因为只有我们这边有这种味道 其实是第三次创业 我之前嘛就是 我之前本来是上班 然后呢 就是开始慢慢在网上里面卖一点东西 然后后来就是 第二次创业就是 第二次创业就是 那个做那个 物流 对 然后就是第三次就是咖啡厅 这个嘛 这个嘛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是有汤有一点相似的 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做广告业务员 然后其实它就是教会我如何去跑业务 对然后刚好我姐姐她是对咖啡非常有经验 然后我是对业务也还行吧 不算是很好 只是说我有经验 那我们的口味 我们的味道 然后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OK 这个嘛 我觉得吧每个能力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无限的 我也是 然后每个地方都是有不同的口味 有不同的特色 我也有我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我市场是非常棒的 未来计划 我的计划就是我想用这个小小的咖啡厅影画更大的参与 有 只是说我要站稳我的脚步先 然后我站稳之后我才慢慢的开分行 我不想说一下子就要开很多的分行 这样子如果说我管不住了 那我会跌的 我要站稳我的脚步 我才可以去做下一个计划 你就能不能就会去做下一个计划 你能不能在阶段的时候 那么你就能看到人 因为你需要作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